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华 这样的才能让我们有所收获 而我们要想达到最好的收获的话 我们一定要每一次讲话我都反复说 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道教修真这一脉 我们讲究的是性命双修 现在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在每次听讲的时候 有一个要求 就是如果你的身体不好 你想让身体更健 更强壮 更健康 那么建议用站桩的知识来听讲 就是站着可以自然的站 两个脚 雨肩平宽 全身放松 这样来听 这样可以让自己变得很强大 这叫造教的很重要的一个独立守神 中医黄帝内经也讲这个 好 如果有的人他不想站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盘腿打中 盘腿就是两个腿盘起来 有扇盘 有单盘 有双盘 根据自己的习惯 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可以 有的人他想大量的接受信息 但是他身体还可以 不是那种特别差的 特别差的就不要用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叫做 睡工 就睡着 用睡觉的知识 但是这个知识 如果身体本身比较虚弱的人 我不建议用这个知识 这样的话 他不能变得更强大 如果本身比较虚弱的话 那就要做做 用做的知识 如果想更快的提高功力的话 我建议用站的知识 这是第一个 就是有 站 坐 睡 三个知识 还有一个知识 就是有的人 他可以 在家里 前后左右这样走动 一边走一边听 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 用道教的方法 性命双修 你把全身放松 不管你用什么知识 不管是动中求进 或者是 静中求动 目的都是一个 就是要 让自己能够接收能量 是叫做口传心寿 我们每次讲的时候 一边通过这个声音 大家就进入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磁场之中 一个气场之中 只要能听到声音的地方 不管你在 哪个地方 不管在东方西方 南方北方 都能接收 然后呢 我在这个过程之中会 祈祷 太医 救护天真 给我们大家以 加持力 这样的话 效果就会更好 更明显 更突出 然后我们要配合的就是 一边专心的听 一边要在心里面 想一下 把全身的毛孔打开 这个叫开工 开就是打开的开 工就是工人的工 就是开工了 我们现在 我们就把全身的毛孔 全部打开 放开 全身的365个鞋位 全部通过我们的这个意识 让它打开 这样的话 我们接收能量就比较多 比较好 达到的效果就很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要提醒大家的 然后话不多说 我在讲金刚经之前呢 我想讲一下 这次中元节超度的事情 因为中元节是道教的 不管是道教 佛教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消除业障 超度冤亲在主的 这么一个机会 虽然我们在当天晚上 11点的时候就 就截止了 就不能报名了 但是呢 这一次我参加的这个 整个活动 线上和线下 一共呢 还是有200 200个 200多个 然后参加之后呢 据这个 我们就做了 这个 道法 据今天这个 我打坐的时候 道教的复发声 来尔报 天尊在今天 才离开的 我们人间 因为太医旧 回天尊 他在这个中元节 都会从仙界下到人间来 这几天 结束之后才重返仙界 这次超度了不少 但真正有福报 被直接带到东方藏落世界 永立 永远 不死不灭 这样的灵体 还是很少的一部分 这几天呢 就发现了一些 奇怪的现象 今天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的同学 他在参加了 他报名之后参加了这个超度 当天 很奇怪的异常现象 就是他平时很清醒的 但是当天晚上他 报名之后超度 他就发现自己 轰轰沉沉的 不清醒 然后就睡下去了 到了第二天 早上起来 忽然发现自己 上吐下心 就是上面在吐 把肚子里面的东西吐出来 下面呢 拉肚子 然后呢 过几天又有其他的人 来同学跟我报告 说拉肚子 然后呢 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学说 跟我留言 说身体莫名其妙 脸上长了好多个小疙瘩 过去从来没有的 很痒 都不敢去碰他 痒得不得了 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 太奇怪了 然后 有一个同学 他就非常害怕 他说 糟糕了 我是不是鬼上身了 因为我在操作他 他会不会报复我呀 这是不是鬼在报复我 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呢 就这几天呢 在做梦 有一个同学 他就跟我反馈 他说 他梦到了 他的已经过世的 他的爷爷奶奶 在梦里对他微笑 过去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他正想去说话 又不见了 一下子就消失了 就是对着他微微笑 还有一个同学跟我留言 反馈说 他在梦里面 梦见一棵大树 但是这棵大树与众不同 就是一直在向上长 长得好高 好叫 长得天上去了 然后 忽然就醒过来了 所以说今天呢 因为这些反馈比较多 所以说 我觉得有 有必要 集中的 说明一下 首先我要说的 以上的所有现象 都是好 好消息 千万不要担心 也不要害怕 也不是什么鬼在抱负里 也不是鬼上身 不是的 我今天就要告诉同学们 如果你这几天 你参与了这个超度和消除业障 然后你发现你的身体 或者是你的情绪 心情 有比较奇怪的反应 或者是很巧合 这几天 一出门就和人吵架 这个情绪很易伤 很奇怪 过去没有这种现象 就出现一些很 很巧合的 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反应 那么这是一个好现象 这是你 效果的一个真实的反应 因为我们道教 从来就讲 就叫做 有井有燕 井是井向的井 燕是验证的燕 就是道教认为 我们修行也好 我们做任何的道法也好 应该有真实的感觉 而不是须须描描 什么感觉都没有的 所以说 有的人有这些 应念和真实的感觉 这个是很好的 就有同学问 他说我过去就到寺庙 去做个超度 从来什么反应都没有 没有感觉 就超度了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 因为道教和佛教 它在理念上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道教 非常讲究的是能量 就是我们这个内宇宙 就是我们的人体里面的 有精气神 把它凝迹起来 就会变得能量巨大 外宇宙呢 日月星 它都有很大的能量 我们把它收回来 采集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就可以 聚集能量 皆为内丹 而佛教呢 它第一 它讲四大皆空 不讲能量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是末法时代 因为佛教分为正法时代 向法时代 我们现在叫做末法时代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呢 佛教呢 它已经没有这些具体的这些方法 所以说很多人他到寺庙去 做了超度之后 他没有特别的反应 他也没有过问 所以说这一次 才会有这么多的同学来跟我反应 他们觉得很奇怪 所以说我今天就要说明这个问题 这叫收益解惑 要给他们脑袋里面的这些疑问 要解释出来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道教呢 最好的超度的方法 是用的叫做原神出窍 就是有修为的这个道士 他修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 他天门打开 他在超度做这个法事的时候 可以出神 在佛教叫做易生生 出去之后 他可以和这些灵体 有真实的接触 有真实的这种效应 所以说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说才会有这一反应 这个就和这个 中医 一样的 因为中医就是道教的一个 下面的一个分支 所以说中医的理念 阴阳五行 四真八刚 其实都是道教的理念 在中医里面 你去调理疑难杂症 或者是慢性病 这种绝症 它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 它需要一个 一步一步的这种转化 需要反复的这样去调理 这样超度 它是很多次转身 轮回之后 这种业力 你肯定它不是一次 它可能需要很多次 这样 不间断的这样去做 它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在中医里面 有一个叫做排病反应 你们去问那种真正的中医 不是这种一般的中医 就是脑中医 最好是在70岁以上的 80岁的最好 他们就会告诉你 中医的排病反应 特别是宜烂扎症 在要好的时候 就是要解除这个疾病的时候 有下面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 可能会大量出汗 你会感觉一天那个汗水 就像我曾经调理一个 用道法调理一个皮肤病 它就是全身痒得不得了 到任何中医期都没办法 已经三年 过了三年 效果不好 到了晚上 起痒无比 最后它用道法来调理 传授很多方法 它自己练 也很刻苦 最后它就发现个怪现象 在要疾病要好的时候 就是提前一个月的时候 它的那个头顶 在百慧蟹旁边 突然 那个地方冒了很多水出来 很臭的那个水 就是它过去吃药的那个味道 就从那个头顶冒出来 一直没有干过 就是它去洗头 洗了之后它又冒出来 就像那里有个有个通道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脚底 脚底那个涌圈械前面那个大拇指那个地方 起了很大一个炮 它把那个炮用手把它用那个用剪刀把它剪开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流出来 为什么 这叫排病现象 结果它这个整整排了一个月 就是头顶和那个脚底 不断的排水 随便用什么方法止不住的 它一直要向外面流动 而且很难闻到那个味道 一个月之后它病就好了 基本上好了 好了八九成 这叫排病 在中医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拉肚子 蟹药比如说大黄 盲消 这些它可以把肠道里面的脏东西 特别是很久很久积累起来的 它排出去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可能小便特别多 它过去没有这么多 现在它在排病的过程之中 特别是那种有浮水的 就是有肝浮水 肚子里面很多水 它会小便非常多 非常多不断的排 这叫通道 另外一种就是 它的这个疾病在上半身 就是在肺部 头部的 它可能会呕吐 很想吐的 平时是正常的 它不想吐 但是它在排病的时候 它会吐很多东西出去 在中医里面就有一个门派 叫做公下派 那个祖师爷叫张子豪 是个太医 张太医 他这个方法就是 吃他的药就可以把体内的疾病 通过吐 把它吐出去 吐了就好了 特别是现在最难治的精神内疾病 比如说 抑郁症 精神分立 这一类的情绪 他用这个吐的方法 他当年 有医书记载下来叫做乳门世青 讲得非常好 很多病就 就吐了之后就好了 没有病了 这个在超度的过程中出现这个现象和中医一个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困扰我们的这个业力 业障 冤情在主 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如果不在身体里面 怎么可能 影响到我们呢 如果在身体外面 怎么影响呢 而他现在通过这种 道法的那种 他以救苦天尊的那种力量非常非常巨大 那个灵体 是能感觉到 他没办法呆住 他在那个人体呆不住的 所以说 他会通过上吐下泻 向外排 这个就叫排异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包括出去突然发火 平时是情绪很好的 突然就吵架了 但是实际上平时体气很好的 就是一定是和平时不一样的 那就是在 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了 所以说大家 我做一个说明 让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害怕 如果是真的是鬼上身的话 一定从外边向里边走 那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这个你看看 都是从里边向外走 那就说明里面的业力 冤心在主排出去了 所以说要把这个道理 要要给大家想明白 那么还有的人他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体 他分成了敏感性和不敏感性 还有特别迟钝的 你看生活中就有 有的人很敏感 别人说一句话 他就有感觉 或者是有的人他做个梦 过几天就实现了 预言了 这种人特别敏感 他就容易在这个消除 业障和超度的过程中 他感觉特别大 另外的没有感觉 或者感觉不明显 也没关系 同样在消除 同样在达到这个效果 是一样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放宽心怀 这是好事情 也希望下次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我们这个道教 加持的这种道法里面来 来感受道教的神奇的效果 特别是那种中一西一 久之不欲的 更要参与到每一次的加持活动 这样才能达到彻底 瓦解这个疾病的神奇效果 一定要有耐性的坚持下去 他有的人效果快 有的人效果慢 和治病是同样的道理 在道教眼里 所有的所谓的绝症 癌症 肿疗 或者是慢性病 疑难杂症 还有一种就是 命运特别的不顺利感觉 怎么努力 自己的才能 一点不比别人差 甚至比别人还要高一点 但是那个命运 他却不是这样走的 这种人在道教看来 都和业障 冤亲在主的干扰 脱不了干系的 所以说我就先说明这个 这个道理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 由于我们道教讲的是实证实修 所以说为了更好的 让大家得到真实的这种体验 能够有有景有宴 让每个人他有真实的这种反应 所以说每次讲经之后 我都会在当天的11点到1点钟 两个小时 我打坐 每天晚上都会有两个小时 其中我会用一个小时 给大家 就是参与的这种 转运起伏活动的同学们 做一个起伏转运的一个加持 要报名的只需要在我人头 我的那个头像下面 点那个赏字 做一个随喜就可以了 就代表就参与了 下面我讲一个聊资的故事 这个故事和金刚经今天的内容呢 它是环环相扣的 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叫做 英灵 英是婴儿的婴 灵是宁静的灵 英灵 它是什么 讲的什么故事呢 就是讲的有一个人 有一个青年人 他很早就死了父亲 他本人呢 是挺聪明的 中了秀才 他的母亲呢 很喜欢 疼爱他 然后有一天呢 到郊外去玩 过去一般 道教的一些节日 比如说上缘节 中缘节 或者是清明节 等等很多节日 他们青年人都会出去交友去玩 这个在古代的话 他一方面是去玩爽 另外一方面也是有那个 去找对象 有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古代的一种方法 就像现在的那个婚姻介绍所 他网络的那个什么 他会把很多人召集在一起 男性女性 他们在一起聊天 自由自由聊天 看看谁有缘分 他就在一起了 在古代呢 没有这些活动 他就是出去交友 这一天呢 那个王子福呢 在出去的时候呢 突然在山上 就看到了一个女子 带着一个丫鬟 手里呢 拉着一只花 那个女子非常的漂亮可爱 一直在笑 这个王子福 这个青年就看到他就呆住了 这个就按现在的说法叫什么 叫做一见钟情 一下子呆住了 眼睛都不知道扎了 扎一下 那个女郎对他没任何感觉 看到他一脸 然后对他的丫鬟说 这小子 那个目光 直直的 就像倒嘴一样 不要理他 然后把他的花扔到地上走了 这个青年呢 就把那个花 捡起来 然后就像丢了魂一样的 闷闷不落的就回家了 然后回去之后就大病一场 从此以后 销售下去 变得骨瘦如柴 他的母亲非常着急 就请了医生 当时都是中医嘛 开方吃药 没用 没什么效果 他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然后他母亲问他什么原因 他不说 最后 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叫吴森的来了之后 跟他聊天 最后他还是说出来 全部说出来这个过程 这个他这个亲戚就 跟他说 你也太痴情了 这有什么难办的 我去帮你打听 他就去打听 结果打听了半天 什么消息都没有 不知道是什么人 这一天呢 他又到他家里 这个这个青年就问他 说打听的怎么样 他就不敢告诉他真正的没有打听到这个情况 就告诉他已经打听到了 这是我姑姑家的女儿 还没有定亲 没问题 我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结果这个青年就问他 结果这个就就骗他说 住在西南山中 你这里有三十多多里路 然后这个 王子福听了之后就非常高兴 他的当时的疾病就好了一半 然后每天也没有吃药 饭量不断的增加 身体就好了 没过多久 身体就跟那个开始的时候一样的了 没吃任何药 什么药都治不好的病 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是很奇怪的 然后 好了之后他就要去提亲 结果 都是假的还没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他那个亲戚 根本不跟他不断的推迟 用各种各样的借口 推迟他 最后他的母亲有点怕他又犯病 就想跟他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另外一个女子来提亲 但是这个王子福无论如何不同意 他就一个人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就上路了 他就要到那个南山去 就是那个亲戚告诉他的地方 他要去找他亲自去找 结果果然他就走了三十多里 到了山中 他就走啊走啊走啊 结果忽然发现那个山里面 有一些竹子 里面还有一些鸟在叫 他就进去一看 果然是一个小村落 有些房子 房间 结果听到一个声音 他一看 正是那天看到的那个丫鬟 他高兴坏了 因为他觉得终于找到了 结果他就进去 有一个老太太 出着拐个杖 就来跟他聊天 他就说 我是来探亲的 老太太就问 你的亲戚姓什么 他都说不出来 最后聊聊聊到半天 最后问他你的情况 结果王子佛就说了他的情况 那个老太太一听说 哦你真是我的亲戚 你是我的外甥 你的母亲是我的妹妹 因为我们家里过去很穷 所以说我们没有怎么来往 没想到外甥长这么大的 我还不认识 然后非常高兴就招待他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小姐就来了 还没看到人就在笑 最后这个老太太就让他英灵 来见过仪表兄 然后就去见过 他们就聊开了 慢慢就 谈得很好 最后就决定 这个青年王子佛就决定把那个女的结婚 带到他自己家里去 最后他们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很快他们就结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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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灵呢 很奇怪 平时就知道笑笑咪咪的 最后他们还在一起 那个亲戚就问 觉得很奇怪 来到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 愿意 嫁给他的那个王子佛 他的青年 他妈妈也觉得很奇怪 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最后 他妈妈说 那个无声告诉你了都是假的 不是我哪里有什么妹妹 哪里有什么外甥女儿呢 就问这个英灵 最后英灵私下里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 他说他的那个老太太长什么样 身上有什么标记 就他母亲突然想起来了 这是我姐姐啊 他姐姐就是这个样子 亲姐姐 但是已经死去了 很多年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觉得很非常奇怪 最后就这样 慢慢的聊聊聊 聊到最后才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他这个姐姐确实是已经去世了 他见到的这个老太太 其实是一个灵魂 是一个鬼魂 然后这个这个英灵呢 也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福利精 是一个福利生的一个女儿 是一个叫做福仙 就是他通过修炼 有的福利是很厉害的 他通过修炼可以 像道教的方法 可以接一颗内当 这个内当可还可以跟人治病 所以说这个英灵是一个福利的后代 他就是一个福仙 最后搞清楚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他那个亲戚 说的假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是真的 就像一个预言一样 最后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 还是那一个大胖小只 过得很好 这个故事就 就这样 是聊在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非常好的一个故事 然后说到这里 我们就按下不表 我们暂时不要去减实 我们来看看金刚经第五品 金刚经第五品说的是叫做 如理实见分 如是如如不动的如 道理实证 见到 他就这么几个字 要大致说明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一品 第五品 他讲的是一个实相 如理实见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 都是虚幻的 就像一个梦 我们每天感觉像是真的 但是 当你进入定境之中 你的修位高了 就像我们讲心经 大家没听过我讲心经的 建议去听一听 道家角度看心经 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通过这个修定 你慢慢的达到一个境界之后 你在那个定境里面 你去观察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 就像一个梦一样 都是虚幻的 而你那个真实的在哪里呢 那么这一章就讲这个 虚幻的是什么 真实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念一下原文 虚菩提 虚幻亦云佛 可以生相见如来果 不也 四个 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 何以果 如来所说生相 即非生相 若见诸相飞向 即见如来 这个虚幻亦就是提问的 他的一个学生 简空地仪十大地质 可以生相见如来果 就是我们 睁开我们这个肉眼 我们这个眼睛 是不是能够看到 佛 菩萨 神仙 金刚 鬼魂 六道的这个浓灰的这种 更高级的生命 我们这个肉眼能看到吗 不已 看不到的 不仅看不到这些 仙界的 众生 我们连电我们都看不到 我们连波都看不到 电波我们能看到吗 电力我们能看到吗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 空气我们能看到吗 看不到的 水里面 有八万四千虫 就是这个水里面有很多寄生虫 我们这个肉眼能看到吗 不已 看不到的 可以生相 不可能的 如来是什么呢 如来不是外面有一个佛 不是外面有一个仙 如来是指的 我们自己 我们理念 我们的自信 我们这个灵魂通过修炼之后 回到它的本来面目 这个就叫做如来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睛 去看到 我们也不可能用我们这个耳朵 去听到 我们也不可能用我们的这个身体 去感知到 甚至我们这个 心缘异玛 也不能想到 当我这个心缘异玛想到的 那就是一种虚相 变化不停的 不是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本相 就是那个真心实相 我们 不可能用我们这个眼耳鼻舌生意 去感知的 所以说 可以顾 到底什么原因呢 如来所说 身相 即非身相 他所说的这个身相 是指的实相 是指的那个如来法身 是指的我们的自信 是指的我们的本来面目 指的我们这个灵体 灵魂 不生不灭 这一个状态 叫身相 所以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非相 即见如来 就是我们 在整个修行过程中 不仅向外看 你看不到如来 我们向里边看 用我们这个心缘异玛去看 也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有进入一个定境 把我们这个心缘欲望放开 我们才能看到 就像刚才讲的那个 聊哉故事 它实际上 你看着是一个故事 其实 从修行的角度去看 它并不是一个故事 它讲的是修炼 为什么叫因灵 因儿的因 灵是宁静的灵 那是因为道德经 我们的太上老君 早就告诉我们 能返还因儿福 就是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修炼 就是从现在 一步一步的回到婴儿状态 从婴儿状态 穿过一个通道 回到前世 然后一世一世的向前追 我们才能破除无名 这样我们才能修炼到一个高境界 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看 我们的人体 道教认为分三部分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我们的心 你看看那个青年人 王子福 他一见钟情之后 就大病一场 为什么 就说明一个人的心 如果非常的专注 因为他一直想那个女子 又得不到 他很专注的 他完全忘掉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那么这个心就进入了灵魂层面 他进入灵魂层面之后 他那个力量就非常大 他就有可能让人的能量全部跑掉 为什么会跑掉 因为他的整个心放在了 安放在哪里呢 安放在那个女子身上呢 由于他非常非常的专注 所以说他在那个灵魂里面的能量 就跑到那个女子身上去了 所以说他就会大病一场 越来越消瘦 然后中医来治病 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 因为中医也只能治人体的肉体 所以说他不是道医 道医可以深入到灵魂 方法都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没有效果 但是他的那个亲戚告诉他 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姑姑的女儿 没问题 亲事包在他身上之后 这个王子夫就非常高兴 就相信了 然后他天天 他的那个灵魂里面 那个专注力就消失了 消失之后 那个能量就又回到了他 他的走掉的那个灵魂 又回到这个青年自己的身体里面来了 所以说他只要吃饭 他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不需要吃药 这就是道教为什么能够治疗癌症 很多人不明白 以为治癌症是一个绝症 也不相信 他如果没见过他不知道 不仅是我 我相信民间有很多道士 都可以治疗癌症 我亲身治疗了很多癌症 至少有十个癌症 是在医院认为只有三个月 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 最后被我用道医治好了 为什么 就刚才这个故事就告诉了我们道教的方法 你只要能够让这个病人 他的这个灵魂里面的力量全部调动出来 那是不得了的 比我们身体的能量至少大一百倍以上 癌症有什么了不起呢 自然可以把它攻破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 中国古代的这个疗灾 封神 汽油记 全是修行的道理 里面蕴含了很大的 道医修炼 这些奥妙在里面 所以说他就好了 而且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他最后去 到那个地方真的就遇到了 而且真的是他前面那个 亲戚本来就是乱说的 是他的姑姑的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真的这个人是他姑姑的 这是为什么 这个阴灵真的是他姑姑的 小孩子 这就叫做 天从人愿 心想事成 他仿佛是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这个王子福这个青年 他太专注了 他这种非常专注到急 就像聚焦一样的 就像一个那种三能镜 他聚焦之后 对着太阳可以把那个纸片燃烧起来 一个人如果有这么专注的话 他那个能量就发出去了 就很厉害了 所以说他就 他就影响了整个他身边的人 所以说看起来是他身边那个人说出的话 其实是这个青年 他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对方 也就是说 他那个灵魂里面的力量 借助这个旁边这个 亲戚 告诉他 对方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灵魂是有天眼通的 一个真正的灵魂出来之后 他就可以去看到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 而且都要有专门的方法 开发人的天眼 特别是小孩子 都可以开发 很多都可以开发出来 这就是讲的修行 你看英灵这个名字 英是返还婴儿 灵是明镜 是坐望 是打坐 而他那个姑姑 是一个鬼魂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王子福的灵魂出去 灵魂与灵魂 灵魂是一个层面的 他就能感受到对方 在我们道教就叫感应 就像我说的 我们这几天中元节超度 有的人他就发生感应 他就做了梦 还有的就是拉肚子 上头下下 这就叫感应 他全部是灵魂层面的 绝对不是身体的 和一般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这就和金刚斤说的 里面的奥妙 就是我们不要看表面现象 好像这个人还坐在这里 凡所有相 坚持虚妄 好像有个肉体在这坐里 坐在这里生病了 其实他的灵魂早跑了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说这个如来 是指的灵魂层面的东西 如果你老是以理论来解释的话 你又变成了哲学 变成了思想 这个金刚斤 全部讲的是 灵魂层面的东西 如果你不理解 道教的这个灵魂 你就理解不了金刚斤在说什么 你就觉得他说的莫名其妙的 若见诸相非相 集结如来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要调理疾病 我们要去除业障 我们要超度 我们本人 要像王子福一样学习 你看看他 他对那个女子 一见钟情那种专注 什么都忘了 如果我们修炼 能够像他那样做 对我们修炼的这个道法 有这么的专注 没有人不可以 非生先见 逍遥指的 都可以到达 没有谁不能 之所以这么难 是因为我们人的这种专注力不够 过一会儿 就走掉了 过一会儿就走掉了 不够专注 然后讲一下第六品 叫做正性稀有分 正性 就是说一个人 他能对我们的这种 道法也好 佛法也好 升起信心 是很不容易的 稀有就是很少的 有的人他看着在信 他实际上是进入了迷信状态 他只是在初一十五 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去烧香 他叫做平时不烧香 明时呢 去抱住那个神佛的腿 他的作用 没有那么大 须不提 白福言 世尊 破有众生 德文如是 言说张俊 生实信不 福告须不提 莫作诗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张俊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当之世人 不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种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 而种善根 这整个在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 他灭后五百年之后 就进入相法时代 就不是正法时代了 那个时候 人们能生起信心的人 相对来说 很少 非常少 我们现在什么 我们是末法时代 能生起信心的人 就更少 但是一旦生起了信心 效果是非常好 只要在听经文法的时候 不管是佛法道法 你只要生起信心 那么就说明你曾经种了善根 不是一次两次 那可能是千万次在仙界种下了善根 为什么呢 这就是道的道理 道道德经讲的道 大道 我们道教讲的大道 什么呢 它是无所不在的 它跨越时间和空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道 我们这个声音里面有没有道呢 就有道 我们只要去接受这个能量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要打开心扉去接受 生起这个信心 不断的坚持去修炼 毕竟它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道的世界里面 没有 时间 正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说 你在一千年前 一万年前 甚至更久远的时间里 虽然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你记不住 你记忆里面没有这个 但是实际上这个道 因为它是无处不在的 当我们现在当下生起了信心 就等于我们已经供养了仙界的仲仙 为什么呢 因为仙界的仲仙 要度化有缘人 我们现在当下 就是现在一听 马上升起信心 仙界已经有名 名字已经上去了 因为仙界的仙人们 就是很高兴我们 建立坚定的信仰 然后将来非生仙 谁说这个辅导多不多呢 非常多 无量无边 何以故 四足众生 无福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以无非法相 就是我们升起信心的 在这一刹那间 我们心一刹那间定住了 我们关照这个整个宇宙 三千大千世间 我们任何地方的那个道 或者是这是空间 时间呢 宇宙长活 过去几千几万年 未来几千几万年 有没有到呢 一样的是相通的 就相当于我们 这个内在的这个灵魂 这个法身 一下子全部超越 这叫自信 本来具足 当我们超越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关心 这个世界地球上的这些人吗 没有这个概念 肉体嘛 没这个概念 就不会关心我的肉体 也不会关心身边所有的人 也不会关心那些年龄大的人 甚至我脑袋里面就没有想过 什么佛法 什么道法 就没有这个概念 我就没管这些 我就定在那里 哪怕定了一秒钟 在这一秒钟里面 那也是穿越时空 这就是为什么治疗疑难杂症的 最大的奥妙就在于 有时候如果接收的和发送的 比如说我在做加持 我请他以救护天准来加持大家 而这个接收的人 有那么一秒钟 如果他身上有个癌症 他有一秒钟 他真正进入定境 他那个癌症有可能 一刹那间全部消失 就这么神奇 就这么神奇 之所以没有这么快的消失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 坚定信心 进入那种定境 哪怕是一秒钟都没进去过 所以说我们的能量 就没有办法开发出来 就像王子福 他如果不是一见钟情 一直想做那个女子 什么都不想吃 什么都不想做 一直想 他怎么可能 后面发生的故事 就是他的灵魂 早就天眼看到了这一切 最后就全部心向四成 既然这个事情可以心向四成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让我们的运气变好 也必须用这个方法 我们要治疗这种疑难杂症 也必须用这个方法 我们要修炼成仙 非生仙界 也必须用这个方法 这就是金刚经要讲的道理 所以说 如等比丘 自我说法 如法欲走 法上应手 何况非法 就是我说的所有的方法 都是一个比喻 包括刚才说的 聊赛的故事 包括我过去说的西游记的故事 我说的风神眼睛的故事 都是比喻 比喻的目的就是 让大家能够开悟 能够感觉到我们怎样做 才会成就 才会得到 所以说这个方法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所以说这个方法用了之后 你下一次可能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像我说的 我们在修炼的时候 有时候某个阶段 我为了把身体的疾病调好 我会在外面找一棵大树 最好是找一百年以上的 两百年三百年 寿命越长越好 我就去感应它 我要真正去看 到明山大川的时候 要记住它 再用照片把它拍下来 带回家 然后每天我打战装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我就想着这棵树 最后会建立感应 那么树的能量会带入我的灵魂深处 我身上的疾病可以被这个大树带走 只要是一百年以上的 它里面有树散 它里面也是有灵体的 我们祈求它帮助 它就会可以把你身体的所有的什么霉运 疾病全部带走 因为在道教眼里看来 运气不好和生了病 道理一样的 都是经络不通 灵魂里面出了问题 所以说会疾病产生 我们只要照金刚经的这个法则来做 当我们身体能够空下来 所有的那种灵体 它根本就待不住啊 再加上我们能量越来越大 一下子把它排到千里以外 它能待住吗 就像中院间有好几个拉肚子 就说明它身体的灵体被排出去了 它待不住了 没办法待 你的身体能量这么大 它怎么待呀 只能出去 就像中医开一个大黄 开一个盲箱 让你肚子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 全部排出去 一个道理 第七品 无德 无说分 什么意思呢 无就是没有的意思 得到 没有得到 没有说 太上导君就告诉我们 无为而无不为 他现在就说这个道理 虚菩提 于意云红 如来得阿如多罗三妙三菩提 如来有所说法 虚菩提言 如我姐夫所说 无有定法 名阿如多罗三妙三菩提 以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要正道无上的大道 我们要成仙 我们要飞升仙剑 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说 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变迁 这就是道德经讲的上善如水的争议 就是那个水必须要不断的流动 你如果让那个水停在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用一个大的缸子 把那个水装起来 让它不要流动 你放上几天 放上几个月 放上几月 你打开看看里面 会长很多虫出来 会味道很难闻 就是说我们修炼这个 修到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不能被一个方法所绑住 这个方法仅仅是引我们入门 我们要开悟的话 必须进入一个很深的那个灵魂里面去 得到这个法 然后 像我修炼的时候 我在12岁开天眼之后 就有 除了我身边这个师父以外 我每次打坐就有天上的 有神仙来 有不同的神仙 每次都有 来指引我到一个地方 我到过很多地方 很多成天都去过 现在所说的外星人那这些 在我眼里 他们还怀疑 在我眼里 这些都是很很正常的 而且还没有到那个 离那个仙界还比较遥远的 毕竟它有一个肉体 仙界不是靠肉体 是光体 所以说 无有定法可说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并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去修炼 还是要炼呢 该站庄站庄 该打坐打坐 该吃饭吃饭 该穿衣穿衣 就是我们不要固守这个方法 非法非非法 所以说 一切 贤盛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第八的一个定径 我在心经里面给大家介绍过 叫做非想非非想 这个叫非法非非法 它里面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说它不是一个方法呢 它真的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法 你必须去念 但是呢 你又不能过于的执着于它 你念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天念两个小时打坐 你在念的时候 你就按方法去念 进去之后 慢慢你会从有为状态 进入无为状态 比如说以后我就会传授大家一个 有为尽如为的一个太乙装法 就是我们只要按我的方法去念 到了一定的时候 每个人站在那里不动 他过一会儿 他身体里面 他的灵魂就会指挥他打一套动作出来 有的人会跳舞 有的人会在地上打滚 有的人会哈哈大笑 有的人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有的人会全身拍打 有的人会打一套少年拳 有的人打太极拳 闭着眼睛打的 而且事后 他会告诉你 这都不是他自己的 是自动的 自动的 难道真的是自动吗 不是 是灵魂 灵魂在指挥 这些都需要我们慢慢的积累这个能量 所以说叫做非法非非法 一切闲盛 就是我们这个纵观 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只讲人类 只讲人类 其实还有很多界 欲界天还有很多层 整个仙界有很多层 三十三成天之内 处处都有这种多维的生命 我们人类也有很多的智慧 比如土生土长的道教 而道教里面还有三千六百门 门门都有区别 还不一样的 那么呢 印度呢 产生了佛教 而且印度还有其他的 印度教婆罗门 还有其他的瑜伽 其实中国的这个禅定 禅宗 其实是借用了道教的语言 因为道教有禅 有这个东西了 以后我慢慢讲 他是借用了 真正在印度 这个不叫禅 叫做瑜伽 你们现在可以知道瑜伽 就是各种各样的做动作 那是外瑜伽 真正对瑜伽就是打众 然后呢 犹太人呢 还有什么呢 犹太教 后来发展成天主教 基督教 地方上还有很多教 伊斯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金刚经说的 一切贤胜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他们都从有为慢慢的到一个无为状态 但是呢 警戒上还有差别 还不一样的 但是没关系的 我们也不要瞧不起别人 我们从自己做起 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同学们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因为这个修为是自己的事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喻 在那个修行界里面 比如说金庸讲武侠 他里面有一个高手 世外高人 比如说这个叫做肖锋 他就是打一个简简单单的 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少林拳 你另外一个人呢 用一个最高级最高级的拳法 比如说太极拳是非常高级的 或者是内加的行义拳 都是八卦杂 都是最高级的功夫 但是你是一个一般的人 打一套太极拳出来去打 你是他的对手吗 不是他的对手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向上走 不要瞧不起任何的门派 不要瞧不起任何的宗教 不要瞧不起他们 我们只是按自己的老师 和自己有缘分的师父的传授 去做就可以了 当我们有一天能够拥有一双慧眼 能够明白这个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超越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某一个门派在三腰的 某一个门派在三角的 某一个门派已经走到七层了 我们就超越了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多说 为什么呢 没有必要 内部讨论的时候可以说一说 但是外面没有必要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金刚金的争议就在这里 就是一定要明白 它警戒也是有高低的 我们修炼这个道教 一直是秘密传播 所以说没有被消灭掉 包括我六岁的时候都是师父来秘密传播 连我的家人都不知道 十年之后我长大之后 我才跟我的父母汇报了一下 不然他们不知道啊 经常知道我向外走 因为我很多时候 特别是放假的时候 我晚上都会到那个山上 我们那个到处都是山 我修修炼的一定的时候 要阴阳做交换的时候 在那个坟墨旁边打坐 和师父一起 所以说到了那个境界 我们通过天眼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灵体的变化 这个今天讲到这个 这几个三品 综合起来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只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进入那个定境 就可以心想事成 利用我们自身的灵魂的力量 和太乙救苦天尊对我们的加持力 只要能听到我的声音的 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有的人可能在听的时候 已经有两三个同学反应 他们可以回忆去前世 回忆去过去式的一些事情 但是不完整 为什么不完整 因为他的这个定境 还不深厚 他只能很短暂的 能够回忆起一个片段 而我们要求 你经过整个修炼之后 你回到前世 应该是一个很完整的事情 不是一个片状 这样我们的修为就提升了 那么我们的身体的疾病 很容易就去除了 用这个能量去把它排出去 然后 百年之后 我们想升到东方极乐世界先进 就去了 去了之后 还可以通过它到宇宙的三千大间事件 什么外星啊 什么其他任何的净土啊 你只要想去就可以去 为什么 只有道教才有这个便利 其他宗教没有 这和我们道教祖师爷的理念有关 因为太上老君 我们讲究的是逍遥自在 什么叫逍遥自在 就是我在 遵守 不伤害他人 不伤害自己 这个两大建议率的情况下 我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个就叫逍遥自在 好的 今天的金刚经就基本上 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提醒一下 我在十一点钟今天开始 就会跟 打赏红包的同学们 就在这个地方 很强的一个磁场 做一个道法的加持 我一共要打坐两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 我自己采集宇宙的能量 因为能量不够的话 我自己会受伤 一个小时之后 第二个小时 我会把这些所有的名单 向太乙旧谱天真进行汇报 然后我 发出道教的这种功力 给大家加持 所以说 还是希望大家 点击我头像下面的这个 闪字 做一个随喜报名 最后 大家结束之后 要全身用力收紧 要收工的 全身 所有的毛孔要收紧 要收工 两手捏拳头 大拇指要捏在里边 捏在里边 然后全身用力三次 要收紧 这样收工 让所有的能量 就保持在身体里边 然后晚上我加持的时候 你只要睡觉就可以了 不用管 他自然有 有力量进来的 敏感的人 他会知道的 好的 下面我们就 共同的来 念诵一下 我们的天尊的名号 他以救苦天尊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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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